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明白了葛世荣话里的真正含义 他往以背里依靠 沉生说道 世荣啊 最近你们风庆县捅出的娄子可有点多呀 也一次比一次大 你们得好好检讨一下了 葛世荣连连点头 是是 新来的戴县长有能力 有魄力 可工作上总得需要磨合一段时间 我们会尽快处理顺县里的一切的 周子军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葛世荣这是要跟增益摊牌了 一千八百万可不是小数字 如果明天发不出工资 那这位新来的县长可就要微信扫地 颜面无存了 周子军坐在那琢磨了很久 他分析了多种可能 最后觉得葛世荣这次的迎面很大 聂国志肯定会帮着葛世荣卡好这个时间点 至于财政款什么时候到 那还不是葛世荣一句话的事吗 所以风庆县闹不出什么大风波来 顶多就是工资拖欠几天罢了 而且这事办得还挺有水平 因了那位曾益同志一把 还让他说不出任何的闲话来 财政款是被财政厅掐住的 跟葛世荣有啥关系呢 到最后 说不定还要靠葛世荣出马 才能搞定财政厅呢 周子军淡淡的说道 风庆县出了这么大的困难 我这个做市长的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可市里的财政也不富裕 我只能帮忙解决四百万 至于剩余的款子 还要靠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我只讲一条 必须做好县里同志的解释工作 务必保证风庆县的稳定大局 葛世荣赶紧说 您放心 有了这四百万 我保证县里风平浪静 绝不会因此产生任何不良事件 葛世荣心里此时大爽啊 自己的四百万已经解决了 现在就等着看曾毅的笑话了 明天曾毅拿不出一千八百万 看他小子怎么办 一想到曾毅要低下头来给自己服软 而葛世荣只坐了半张屁股的身子 依旧忍不住右腿微微晃起来 这可需要有很深的功夫 才能让身子不至于从椅子上掉下来 周子军拿起电话拨给了市财政局 啊 你们准备四百万的款子 一会儿有人带着我的签字过去 葛世荣站起来 周市长太感谢您了 我这个人笨 别的话也不会讲 我就一个态度 谁对我们风轻先好 我们就听谁的 周子军一压手 严肃的说道 不像话 我们干革命工作 山头主义是万万要不得的 葛世荣嘻嘻哈哈笑着 周子军表面上很严肃 可他知道周子军就是喜欢听这个调调 周子军掏出笔 当着葛世荣的面写了一张条子 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把秘书叫进来 吩咐他领着葛世荣到财政局跑一趟 尽快把款子的事情落实一下 葛世荣连连道谢 跟着秘书去了财政局 财政局这个时候都快要下班了 因为常务副市长周子军的电话 只能留下人等着 市财政局的这位科长是认识葛世荣的 看到周子军批的条子就笑着说 哎 葛世荣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据我所知 你们风轻轻的财政状况可是非常健康啊 区区四百万对于葛县长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啊 葛世荣苦着脸 嘴上却很轻调的说道 哎 张科长 你又所不知啊 我们县这个月的财政款 让省力给扣住了 现在县里的领导都快愁死了 明天就得发公司了 这要发不出工资 哎呀 所以我这不财 到您这财神爷这来了吗 张科长笑的就更厉害了 哎呀 葛县长 你可真能开玩笑 不过你在我这哭穷也没用 我就是负责管账的 再说了 你们封庆县根本就不穷嘛 葛世荣接着说 哎 这么大个事情 我可不敢开玩笑哦 张科长却面露诧异之色 葛县长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故意跟兄弟我开玩笑啊 这下可轮到 葛世荣纳闷了 张科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张科长仔细看了半天 葛世荣的表情 最后稍微凑近了一点 压低了声音说道 葛县长 据我所知 省财政厅已经在半个小时前 把你们风庆县的财政款 下波了呀 这 这是真的 葛世荣满脸都是惊诧 不能够啊 不应该啊 如果省财政厅下波款子 那聂国志还能 不给自己打声招呼吗 张科长的话却很肯定 假不了 除了你们这个月的 两千多万财政款之外 省财政厅额外奖励了六千万 说是缴纳财政款积极的奖励 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敢瞎说呀 刚才省厅国库处的蒋处长 还给我们局长打了电话 专门就此事做了说明 当时我就在场呢 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 葛世荣顿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那张科长看着葛世荣 葛县长 这四百万你到底还要不要了 葛世荣此时哪还有心情 顾这四百万呢 他回过神来 张科长请请稍等片刻 我去打个电话 核实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葛世荣从这位张科长办公室出来 就在楼道里掏出手机 急忙拨给了聂国志 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葛世荣赶紧说 哎 国志兄弟 那笔管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话还没说完呢 电话里就传来了聂国志的怒骂 说好你个老老 葛世荣 你这个混蛋 葛世荣还没回过神来呢 又听到啪的一声巨响 电话里传来一阵尖锐的叫声 刺得他耳膜直作痛 显然 那边的聂国志啊 已经把电话摔了 当天晚上在省城云海 高子杰安排了隆重的饭局 来招待曾毅 主要也是要招待顾迪 顾迪来的时候 还是开他那辆普普通通的汽车 这种车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顾迪突然发现了这低调的好处 以前自己不管到哪 就算没有人认识自己 那辆车也太招摇了 总是别人注意的焦点 自己做什么都不方便 现在这车不显眼 自己这人反倒是自在多了 顾迪下了车呵呵笑道 高厅长好久不见呢 平时要想见您这位财神爷 可是很难的哟 高子杰一抬手 请顾迪往里走 一边笑着说 顾总 你这是在批评我的官僚作风啊 看来我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还要多努力啊 顾迪上去跟曾毅走在一块 哎 怎么样老子 风轻轻的工作还顺利吧 曾毅就说 要操心全县几十万人的吃和拉撒 事情一大堆 忙得连轴转 这不 县里的财政款又出了点小问题 我找高厅长求救来了 顾迪就说 高厅长 曾县长可是我的好兄弟 你可得多关照啊 顾迪说这话脸上是笑眯眯的 可话里的意思很直白 你要是敢难为我兄弟 那就别怪我顾迪不客气 高子杰一听就知道 顾迪跟曾毅的关系呢 绝对不同一般呢 他非但不生气 反倒觉得自己在曾毅身上下的血本 是找对路的了 当下就说 哎呀 顾总说下了 我们财政厅的职责就是要为基层提供优质服务 怎么可能会为难呢 不会 绝对不会 曾毅也点头应道 是啊 今天多亏高厅长帮忙了 否则财政款无法及时到位 明天发不出全县干部职工的工资 那我可真就头疼了 顾迪又不是傻子 一听就皱起了眉头 哎 老曾 改天我到你那去抓抓 高子杰心里更加高兴了 顾大少这个时候提出去封庆县转转 那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那就是要帮他这位好兄弟去站脚助威啊 这种关系可是铁道不能再铁了 曾毅却笑着说 顾总要来 随时欢迎啊 你什么时候来 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只要你别嫌我那寒碳就行了 高子杰心说 曾毅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这两个人的称呼比较随意 开口就是老曾老顾的 而这个时候 曾毅却称呼顾迪为顾总 那意思就是告诉顾迪 封庆县的局面 自己还能够掌控 你要来 最好还是以正式的身份来 别真搞出什么出格的大阵仗了 虽然不知道曾毅到底是什么来头 但高子杰在心里更加坚信 曾毅一定是某豪门的贵公子 这份低调 这份格局 那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而且考虑的也是面面俱到 如果顾迪真去封庆县闹腾 情急之下 做出什么仗势欺人的举动 那丢的也肯定是顾省长的脸 高子杰在心里不由感慨呀 哎呀 这世家子就是世家子啊 这么年轻 就能够如此成熟稳重 真的是非常难得呀 如果是换了自己在封庆县 又在省里有通天的关系 怕是早就把封庆县折腾得天翻地覆了 晚上的饭局就曾毅他们三个 但因为高子杰始终都在调动着气氛 饭局上倒也显得十分热闹 饭局结束 顾迪亲自送曾毅回封庆县的驻省办 路上就说 这个高子杰啊 倒是个心思灵动的人物啊 曾毅笑了笑 嗨 谁不知道你是东江省的大少啊 就是换了王子杰 刘子杰 肯定也会灵通的 顾迪哈哈大笑 啊是啊 财政厅的厅长罗允祥 马上就要退休了 曾毅微微点头 心想 难怪高子杰会如此热切 从上次的县域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他就给自己打了好几次电话 原来是要着急上位呀 对于高子杰的心思曾毅明白 但是也不方便说什么 省财政厅的厅长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顾明夫肯定早有盘算 自己的话根本影响不到顾明夫的打算 但如果高子杰有意向顾明夫靠拢的话 他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能力倒是其次 领导需要的首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 再者 高子杰是常务副庭 只要上面有人帮他讲话 那他接任厅长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曾毅现在的打算是拿掉县财政局的局长苏党生 这个家伙太油滑了 如果没有苏党生的配合 葛世荣也不可能用这种手段来阴自己 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 如果是换了背景较浅的其他人 可能很快就要不上一任那位县长的后尘了 把曾毅送到驻省办门口 顾迪又问道 风秦仙的事真的不需要我帮忙 曾毅呵呵一笑 哈哈 怎么 你不相信老曾我的能力 顾迪就一摆手 嗨 谁得罪了你啊 那就是倒了八辈子血妹 我过去插手 倒算是搭救他们了 得 那我就不管了 你自己折腾吧 曾毅又说 那回去带我向顾省长和老夫人问好 嗨 这还用你交代 顾迪哈哈一笑 看到驻省办里面有人走出来 他就把身子往车里缩了缩又说道 那我就不进去了 有什么事 电话里坑一声 曾毅挥挥手 站在那目送顾迪离开 包启帆此时走了过来 他看到了顾迪的那辆车子 但是没有看清楚车里的人 不过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那只不过是一辆很普通的汽车 这种车满大街都是 他走到曾毅身边又说 曾县长 房间都收拾好了 我还专门让服务员放了洗澡水 今天您为全先干部职工的事 跑了一整天 先洗个澡 接接罚 曾毅点点头 就往住省办里面走 县里收到钱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 包启帆接过曾毅的手包 一步一驱的跟在后面 财政厅的效率很高 赶在下班之前 就把钱花到县里的财政账户上了 除了应付的财政款 另外六千万的奖励 也一起到了 曾毅只是稍稍一整 就继续往里面走 心想 国库处的那个蒋宾 也是个人才呀 有了这六千万 民工子弟学校的事情 可就有着落了 也算是蒋宾的功德一见 第二天上午 曾毅并没有着急回封庆县 而是去江波医药总部 去见了萧江波 向他讲了讲自己运作 马恩博士那种世纪的全盘打算 萧江波听完曾毅的打算 也只能是感慨不已 曾毅的这种做法 绝对是最简单便捷的一种方法 不单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拿到批文 甚至说不定还能拿到一些补助 但是这个方法 也只有曾毅本人才能操作 其中牵扯到的很多关系 是前周事根本就不具备的 两个人商量了一番 把一些细节做了完善和补充之后 当天下午 曾毅返回了封庆县 第二天早上 曾毅到县政府上班 刚下车 就有政府的工作人员 主动打着招呼 曾县长早 曾县长 今天气色真好 这招呼的内容还是一成不变 可是比以前的热情 显然有了很大的不同 每个人的眼中都透着敬畏 透着十二分的尊敬 曾毅也是一一打着招呼 抬脚准备上楼 刚到楼下大厅 就看到了葛世荣 身后还站着他的秘书 看样子葛世荣也是刚刚到 正要进楼上电梯呢 看到曾毅进来 葛世荣不好就装作没看到 只好抬起手 假装热情的说 曾县长 你来了 曾毅也是淡淡的打了个招呼 曾毅同志 走 葛世荣接着说道 曾县长这趟去省礼 可是了不得呀 不但拿到了财政款 还争取到了六千万的额外奖励 现在全县干部职工 得知这个消息都很振奋 葛世荣是皮笑肉不笑的讲着 拿着话试探着底细 可他心里却是恨得直咬牙 眼下的这个结局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 到现在他也不清楚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曾毅打了个哈哈 都是为了咱们风轻仙的事业嘛 这话说的是滴水不漏 完全不给葛世荣留丝毫想象的空间 葛世荣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 只能在心底又把曾毅咒骂了一番 脸上却笑着说 曾县长 咱们一起上楼 曾毅正想着如何推辞呢 门口又进来两个人 正是郑辉煌和杨宝奎这两位副县长 郑辉煌看到曾毅立刻加快脚步 几乎是小跑着就过来了 哎 曾县长 曾县长 你去省里为我们县争取财政款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真是了不得呀 同样的一句话 葛世荣说出来 曾毅就是打了个哈哈 而郑辉煌讲 曾毅就很客气 哎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去怎么办呢 问题十万火急 可是片刻都不能拖延呢 这次辉煌同志也出了很大的力嘛 葛世荣气得差点翻白眼 郑辉煌不过就在会上领了两百万的任务 可老子领了四百万的任务呢 怎么就不见你提呢 郑辉煌一脸的惭愧 哎呀 惭愧 惭愧啊 我是非常想帮着曾县长 为县里的事情出一些力 可是人为历轻 我能做的也就只能这一些了 曾义一摆手 哎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辉煌同志不错 郑辉煌得到曾义肯定 脸上的表情就生动了很多 跟曾义站在那儿寒暄着 旁边的副县长杨宝奎 瞅到一个机会上前插话道 曾县长 我这里做了一份报告 正想请您过目呢 上次您提了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之后 我就一直都放在心上 虽然这件事是刘弘明同志的主管范围 可是我也非常愿意 为这件事情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啊 所以我让下面的部门 做了一份配合性质的规划和方案 希望能够帮上一些力所能及的忙 曾义笑着说 相信宝奎同志的这份方案 一定能够帮到大忙的 这件事才是他真正关心的 既然杨宝奎表态愿意尽力帮忙 曾义当然欢迎 他就说 上午我没什么事 你到我办公室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杨宝奎赶紧点头 好好好 好的 然后他眼急手快 上前抢着帮曾义按下电梯的按钮 等电梯门一开 他又说 曾县长请 报告就在我的抽屉里放着 我马上就给您送过去 曾义笑着点点头 迈步走进了电梯 郑辉煌和杨宝奎就立刻跟上 紧随着曾义进了电梯 电梯里面的空间很大 站了三个人之后 还有很多空余的地方 葛世荣往里看了看 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抬腿 准备也进去 而杨宝奎 此时却笑眯眯的拦住了葛世荣 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葛县长 您看这点梯就这么大 我还有件很紧急的事情 需要向曾县长汇报 这 葛世荣的脸 当时就白了又红 红了又白 连续变了好几下颜色 胸口也跟着剧烈起伏 他的肺都快给气炸了 好你个杨宝奎啊 以前老子得势的时候 你见了老子那态度叫一个殷勤啊 现在见到新来的曾县长能量大 就又赶着过去献媚了 还拿老子当垫脚石 老子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 你还是这么一只白眼狼 眼下正是上班的时候 楼下大厅全是人 而且注意力全在这边的领导们身上 杨宝奎的这一脚实在是太狠了 当众就让葛世荣无法下台 葛世荣的眼睛都快喷出了火 恨不得上前直接活撕了杨宝奎 杨宝奎啊 你给老子等着 那老子缓过这口劲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还好 葛世荣的秘书算是机灵 此时一拍脑门 葛县长 对不起 我把您要看的材料给落在车上了 葛世荣的火气可就压不住了 一下全喷了出来 训斥道 丢三落四 你到底有没有用心办事啊 还站在这干什么 马上去拿 我就在这里等 葛世荣说出这句话 非但没有觉得怒火被发泄出来 反倒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 我葛世荣在丰庆县混了这么多年 还从没丢过这么大的人呢 秘书唯唯诺诺 转身赶紧朝外面跑了过去 而杨宝奖则很干脆的按下按钮 直接关上了电梯门 大厅里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但全都装作没看见 一个个飞快的离开现场 朝各自的办公室走去 可心里却是非常震撼 这丰庆县真的是变天了 以前的葛霸天 如今竟然成了落水狗 到办公室 看过杨宝奎的报告 曾义很是夸奖了几句 虽然这份报告上 全是言之无误的东西 但杨宝奎能有这个态度 曾义就很满意 也不苛求 他真的能拿出一份 用心制作的报告 送走杨宝奎 曾义把刘响叫了进来 吩咐道 你去通知一下 让龙窝乡的王荣彪同志 过来一趟 刘响有片刻的失神 王荣彪那可是 葛世荣的铁杆心腹啊 老板把他叫过来干嘛 不过他还是问道 曾县长是今天吗 嗯就今天 让他立刻到县里来 好我马上去通知 刘响带着一脑门子的雾水 出去打这个电话了 曾义则站起身 从正门走了出去 上楼找张忠明去了 苏党生的事情 曾义不想再拖了 必须马上换掉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欢迎订阅 走 美专